大家好,这期节目呢,我想请大家一块来参与讨论 这个事情呢,让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假如说这个事情处理的不妥的话呢 就会像当年啊,南京那个彭宇案一样 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嘛 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他呢,对不对 结果造成中国的这个道德样,倒退几千年 现在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 你倒在大街上,绝对没有人扶的 那么今天我想谈谈这个案件呢 跟这个有近似的效果 现在呢,在国内的争议啊,非常大 分成了两派一件 那么我把这个案子呢,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发表你们的一件 这个案情呢,是非常简单 说重庆万州区啊,有一家两口子的这个女的报警 说她丈夫对她家暴 然后一对警察呢,就是出警了 出警以后呢,就想把她这个男的抓走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男子的母亲呢 就来到了现场 据案情介绍说呢,这个老太太呀 是百般阻挠 最后说这个公安机关的抓捕呀 刺激着她,她的病给犯了 又躺在地上打滚撒脱 然后公安机关呢,是叫来了120急救 然后120急救来以后呢,这个老太太呢 还是不走,还是闹 既然呢,跟警察发生了这种质地上的冲突 最后这个老太太是拿了一把菜刀呀 对着警察乱喊 那么警察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啊 对这个69岁的老太太啊 开枪射击 把老太太打倒以后呢 送到医院的时候呢 老太太已经弃绝身亡 这个案子呢,就是这样一个案子 现在网络上这个讨论啊 非常的大 有一部分人呢,是支持警察开枪这个行为 说政府的权威啊,不能质疑 你抗拒执法呢,就应该把你击毙 而且根据人民警察使用警线和武器的规定呢 就是以暴力方式抗拒或者阻挠人民警察 依法履行职责或暴力袭击人民警察 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 人民警察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可以开枪 这就是警察开枪的依据 那么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能看到 暴力抗法的人呢 是一个69岁的老太太 而且拿的凶器呢 只是一把菜刀 那么你去执法的民警呢 肯定不是一个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啊 绝对是有四五名民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使用枪戒合适不合适呢 对不对 假如说按照那帮无脑网民的理解 这种情况警察就能开枪 那么以后警察暴力执法的情况呀 将会爆发式的增长 因为什么叫危及警察的生命 一个69岁的老太太 拿个菜刀轮一轮 这都危及了警察的生命 都能开枪把他击毙 那么如果是个年轻人 哪里把菜刀呢 是不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把他击毙呢 所以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啊 将会影响到以后警察的执法情况 那么让我说 我是坚决不支持这个警察的开枪行为的 首先第一个我想表明的是啊 在中国这个老百姓跟警察之间的这个权力啊 是完全不对等的 武力值更是不对等的 因为你中国是一个完全进枪的国家嘛 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进刀的国家嘛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去执法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掌握好尺度呢 你不能拿美国的这个情况说事情 因为美国是个全民涌枪的国家 而且法律规定呢 这个民间枪支的火力呢 是跟警察的火力是匹配的 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对等的前提 想要说这个老太太是一个美国老太太 那么她有可能会端出枪来给你干呀 对吧 那么在中国呢 她能拿的就是一把菜刀 你警察可是拿着枪支呀 对不对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你这是一帮警察呀 而且是训练有素的警察呀 一个69岁的老太太 拿着菜刀的时候 是不是危及到你们的生命 这种情况是不是值得开枪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特别巨大的 然后第三点 针对这几案件 这个警察有没有开枪的必要 对不对 你这么多警察过去 本来就是想去抓她儿子 肯定还有一些非致命的装备嘛 比方说电棒了 警棍了 这些东西呢 都可以将一个持菜刀的 69岁的老太太制服嘛 你为什么非要使用致命武器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察呀 开枪是有故意的 很多人呀 没有跟警察直接打过交道 那个警察呀 狂妄的就不行 现在呢 这个枪支管理啊 还严格了一点 就是一般的警察出门呀 还带不了枪了 在90年代的时候 我们一块职业室呢 中江有个朋友是罚警 他还不是公安的 但是那天他们出去执行任务以后呢 回来晚了 他的枪支就随身带进了 结果酒喝的有点多了 跟那个摊主呢 在结战方面啊 发生了点争执 这家伙直接就把枪拿出来 往那个桌上一拍 说我这个枪值不值50块钱 对不对 你想想这些人的心理是多么膨胀的 我想这个老太太呢 可能言语上呢 也是比较激烈的 把这个警察呢 也给骂极了 这个怒火一上头 他就有一种冲动 在这个思想的作怪下啊 他当时应该就有 套墙把老太太打死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根本不算正当防卫 应该就是故意杀人 所以我是完全不支持 这个警察的做法的 当然我这是个人的看法 因为这个事情呢 也正在网络上面发现双方的意见分解是非常大的 让我来说 无论怎么样啊 中共现在已经规定了这么多口袋罪 如果再给警察开枪的权力 给到这么宽缩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呀 冤死在警察的枪下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